OdioJungle 小鹿和贾乃亮这对崩塌之后,提到他们夫妻俩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了,但是,大家知道吗?就在昨天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,baby发微博问网友他儿子几岁了,结果黄晓明跑过来送爱心,具体是什么情况呢? 就在昨天17号的晚上8点多的时候,baby发了一条微博问网友们,他说道,小海绵今年几岁了,并且还晒出了一张小海绵的照片,不过,我们可以看到baby刻意将他儿子的照片给挡住了。 过了一会后,baby又在朋友圈里面晒出了一张他儿子小海绵的照片,照片上的小海绵刚出生的时候,和现在的照片,并且说了一个字,他说道,咦,似乎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的样子呢? 不少的网友也在微博上面说出了小海绵的年龄,从他们的说法来看,无不外乎都说现如今的小海绵一岁了,看得出来,网友们还是挺关心小海绵的健康问题的,更有意思的是黄晓明过了一个小时后,看到了baby他的这条微博,于是他连忙转发,但是,他什么话都没有说,就配上了一个爱心的表情,哎呀,这是啥意思呢? 难道是给baby送爱心?黄晓明这边的网友,也纷纷羡慕起了他们,夫妻俩来了,不过,小编我好奇的,是为什么baby会把小海绵的模样给挡住了呢?